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你有沒有看過我們攝魚的魚叉 有 長得什麼樣子 就是一根竹子 長的竹子 沒錯 就是一根竹子 這個是建築嘛 對 有沒有 然後這個箭頭 五個叉叉嘛 對不對 因為使用魚鏡時 需要靠近魚才能看清楚 所以白天使用的話 容易把魚嚇跑 要到晚上魚都休息之後 才適合使用魚鏡喔 小朋友看到了嗎 透過魚鏡看見水裡的世界 是不是很清楚啊 又讓我們抓到魚了 那個魚是不是歪歪的 對 有沒有 對 歪歪的 為什麼 折射 折射 你說的嗎 當光線由空中射到水面時 會分為兩條路徑 其中一道光線 會反射回到空中 現在大魔術即將登場 王國中有位很熟悉傳統童 童玩的樂長老 還有兩位 特派員 耳德跟阿斯 陸凱的阿斯跟台灣的公主戀愛啦 今天阿斯準備很多的聘禮 台灣族婚禮規定很多 月牙形狀的夜俏 代表著新娘的高尚純潔 這在婚禮當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喔 還有全家 為了贏得比賽 俄德隊找到了許多 來自北野國小的小勇士 大家看起來非常的厲害 終於 我教你們以前 我們在玩的這個 冰藍拖車 它中間有一個梗 來 抓這個三個 然後再 我要去台東 見我的好朋友 好多好朋友 一個特別是烏田國 馬修蓮恩是一個到處蒐集 好生硬的音樂工作者 天氣很好 你看好漂亮 我拍 我拍 我拍拍拍 你記得我做什麼 哪一個 來迷路 你跟它做什麼 每種才做的 要吃完